马尔谷福音第七章 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 聚集到耶稣跟前 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 用不洁的手 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 都居守先人的传授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从街市上回来 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 还有其他许多按传授应居守的事 如洗杯 洗壶 洗铜器等 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就问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 而用不洁的手吃饭 耶稣对他们说 伊沙伊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的真好 正如所记载的 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 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恭敬我 也是虚假的 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 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 而只拘守人的传授 又向他们说 真好啊 你们为拘守你们的传授 竟废除了天主的诫命 梅瑟源说过 你该孝敬你的父亲及你的母亲 又说 咒骂了父亲或母亲的 应处以死刑 你们却说 人若对父亲或母亲说 我所能供养你的 已成了科尔班 即献仪 那么就准许那人 不必再为父母做什么了 这样 你们便为了你们所传授的遗教 废弃了天主的话 并且你们还行了许多 其他诸如此类的事 耶稣又叫过群众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 且要明白 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 能污秽人 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 才污秽人 凡有耳听的 听吧 耶稣离开群众 回到家里 他的门徒 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 耶稣就给他们说 怎么 连你们也不明白吗 你们不晓得 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 不能使人污秽 因为进不到他的心 但到他的肚腹内 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吗 他这是说 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 耶稣又说 凡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使人污秽 因为从里面 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念 这一切恶事都是从内里出来的 并且使人污秽 耶稣从那里起身 往提洛和七东境内去了 他进了一家 不愿任何人知道 但是不能隐藏 当下就有一个妇人 他的女儿 附了邪魔 一听说耶稣 就来跪伏在他脚前 这妇人是个外邦人 生于叙利肥尼基 他恳求耶稣 把魔鬼从他女儿身上赶出去 耶稣向他说 应先让儿女们吃饱了 因为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 是不对的 那妇人却回答说 主 是啊 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 也可吃孩子们的碎屑呢 耶稣对他说 为了这句话 你去吧 魔鬼已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 他一回到自己的家里 看见孩子躺在床上 魔鬼已出去了 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 经过七冬 向着加里雷亚海 到了石城区中心地带 有人给他带来一个 又聋又哑的人 求他给他复守 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 来到一边 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 并用唾沫抹 抹他的舌头 然后望天叹息 向他说 恶法达 就是说 开了吧 他的耳朵就立石开了 舌节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 耶稣 遂嘱咐他们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但他越嘱咐他们 他们便越发宣传 人都不胜荆棘说 他所做的一切都好 是笼子听见 叫哑巴说话 说话跟你说 是笼子听见 他在习近 我们都给他们 这是